中央广播电视总台4K超高清节目 昨天开始接入两会代表委员驻地和大会新闻中心 让与会人士感受到高科技带来的视听享受 在今年全国两会的代表团驻地京西宾馆 通过这样的4K电视 大家可以随时收看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4K超高清电视节目 而在两会期间除了在京西宾馆 大家还可以在两会新闻中心等地 感受4K技术带来的超高清视觉体验 我们也是第一次在两会的驻地宾馆 体验了这个4K的先进技术 我相信这种技术的创新会引领媒体的变更 风向更精彩的内容 在今年两会期间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采用IPTV数据流推送的方式 将4K超高清节目连接到部分代表委员驻地和两会新闻中心 未来随着5G投入商用 观众更是可以随时随地体验4K超高清带来的视觉享受 这次我们引进了人工智能AI技术 我们可以使用语音来进行频道的选择 更方便更快捷地来观看我台各个频道的电视节目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两会期间 对4K超高清频道节目进行了精心编排 增加航拍中国第二季等高质量纪录片 电视剧 文艺节目和体育赛事等优质节目投放 另外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天安门广场周边 人民大会堂 梅迪亚两会新闻中心和部分代表委员驻地 完成5G网络架设在两会报道中投入使用